说明增加的情形 有看到吗 那两个数字是不是差很多 他就会告诉你 他就会告诉你哪些在增加 哪些在几文字 可以吗 有看到这件事吗 例如说 他说2017年 请问绿色是增加 红色是赤字就是减少 这是标准的BI 它是BI的工具 它是商界智慧 所以这我想 反正你就注意去看红色就对 好 然后这边他就会告诉你说 2017年 2017年 这个电子零组件增加很多 可以吗 然后在16 这个项目增加很多 然后亚洲地区增加很多 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吗 但是当两个资料是很接近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帮你去算这件事 那什么叫接近 那什么叫接近 例如说好了 那个ux ratio里面 我们在医学上面 我们希望看到 1.8以上的那个 ratio 我们觉得是有意义的 那要是1.5以上的 你就视为是 它只是一个合理的分布范围 它就不够成风险 这样不了解 好了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感谢观看